政府收紧防疫措施 星期三凌晨零時起 所有食肆和食時間 由午夜提早至晚上10點 並由現時四人一台 減至兩人一台 限聚令也收紧至兩人 遊戲機中心、卡拉OK、麻將 天狗廚所和泳池 遊樂場所包括兩間主題公園 星期三起都要關閉 個別表演場地 只是開放排練或作線上表演 考慮到市民身心健康 健身中心、體育廚所 可以繼續營業 但限於不多於兩人一組的活動 和必須要戴口罩 美容院和按摩院也可以繼續營業 但要遵守更加嚴格的限制 當局要求 所有營業廚所必須要安裝 安心出行二維碼 至於何時強制市民使用 當局這樣回應 如果所有食肆廚所 都是強制妝 然後光顧它要強制用 於是有人會認為 令到我有些地方不能去 我不用找地方吃東西 我們不是怕人罵 但我們也要考慮一下 去到哪個階段 我們要做些甚麼 政府也決定 除了緊急和必須的服務之外 公務員在家工作 又呼籲私人企業訪校 我完全明白理解 市民已經很厭倦 也覺得要休息 要見朋友 要吃飯 要出來消閒 但未來這兩個星期 是非常關鍵 非常緊急 所以希望市民在這裏 容忍這段時間 而為了加強阻嚇力 林鄭月娥預告 現時違反限稅令等 2000元定額罰款的金額 將以倍數提升 也會加強對私人地方活動的執法 雖然暫時法例 未必管得到一些私人的地方 但是特區政府的執法部門 將會非常嚴肅去處理 如果我們留意到 有些所謂私人的遊艇進行的活動 其實是有一些公開的成份 例如它是買廣告 叫大家去玩 或者會要給錢上船去玩 這些其實我們可以執法 我們也一定會執法 以派對房間違規的方法 政府稍後也會增設熱線電話 被市民舉報違規行為 無聲電視記者李由坤報導